搜水油风暴尚未平息 今日鼎心集团又被爆出使用饲料油做黑心猪油 针对使用油再度出爆 市议员郭国文表示一早翻开报纸看此新闻 心中除了沉痛外 也认为国家食品安全认证面临全面崩盘的困境 而台南更是以小吃文明 既然中央无法对食品做全身把关 地方政府就因自力救济充实民众信心 我们是以小吃文明的生气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出问题 UK就减少 这样出问题大家就不会心心 来到台南就不会感到幸福 你的职业就带很重 我意思是这样不可能 我们地方政府比较中央政府 有一个隔壁性的做法 大家都不相信政府 不相信银河品牌GMP都是破产的情况底下 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遇到这种事件的时候 发挥你的公关能力 发挥你的专业能力 卫生局长林盛泽回应 卫生局去年就超越中央想法 推动源头控管政策 对于郭国文提到 应由地方自定一个提供 小吃业者食品检验的平台 他也坦言现今最大的问题在于 最终检验都必须交由 中央政府认可才算数 其实我们去年的医生 我们就变一个经济 就是超越中央的想法 我们的源头控管的精神 所以我们有分这专家会议 那我们也成立了联合机查小组 那我卫生局本身 几乎所有的检验 我们都可以做 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这个检验本身 要由中央政府去认定 包括检验方式 跟它标准品的提供等等 那所以我们在今年年初 也因为这样子 去把我们的所有食品厂 总共有六百多家 不管是制造贩卖或分装等等 我们已经控管起来了 了解所有的项目 面对郭国文 再三追问设立检验平台 是否可行 市府最终也没有做出一个确切答案 期盼以小吃力机的台南 市府团队能比其他县市 更积极面对食安问题 不然危机继续闹下去 恐怕不只是下跑游客而已 就连市民也会过得恐慌不幸福 记者林佑村 谢蒙蓉 台南报导 感谢 briefly